再来关心五都选战逐渐加温 两党已经开始在地方上拔装了 国民党籍的前平息乡长 昨天公开支持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蔡英文 蔡英文今天表示 地方政治人物有选择支持对象的自由 她不认为这样就是拔装 而国民党的参选人朱立伦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她说自己也曾经拜访民进党的朋友 寻求支持 但都是私下进行 避免对方感到困扰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来到三峡台北大学 和大学生分享她的求学经验 与竞选政见蓝图 当被问到昨天 国民党籍的前脾系乡长林耀廷公开支持她 是否代表绿营拔装成功 蔡英文的回答很低调 这个事情不能拿拔装来形容她 选举的候选人都有各有各的特质 跟她的诉求 那选民或者是重要的地方人物 也有她的选择的自由 另一边国民党籍的泰山乡长宋明中 今天带领泛蓝的里长和里干事们 在台上公开力挺前来拜票的 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 朱立伦加油 朱立伦加油 当被问到同党的前平息乡长改支持对手 会不会担心蓝营基层松动 朱立伦则是四两拨千斤 我对于很多的民进党籍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一些困扰 所以我们都是私下的拜访 我们觉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争取大家对于认真做事的人支持 面对对手积极抢攻票源 朱立伦技巧反击也努力固装 一双手握过一双手 感受同志们相挺的温暖 记者张熊 陈保罗 吴家宝台北报道